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课文。 那么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节课学到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接着来看后面一段。 我们以前也学过它一个同根的动词, 这两个表达,尤其是后面借词的使用呢,我们要记住, 强迫某人做某事和被强迫做某事。 那么做形容词的时候, obligatoire,就是必须的,强制的,一定要的。 那这个实习呢,可以是强制的。 在一些学校里,那这个école呢,指的就肯定是大学, les grandes écoles。 它呢,是属于你学习的一个部分的。 faire partie de,partie,是一部分的意思,那么faire partie de呢,就可以表示是什么什么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法国是欧洲的一部分,la france fait partie de l'Europe。 那句子当中的意思是说,la scolarité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指的是就学这整一件事情,或者修业的年限。 也就是说,在一些学校里面呢,实习是直接算作课程当中的一个部分的。 嗯,那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学校也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一般到大四呢,都没有课了,然后会要求大家去进行一定的实习,它也是一个毕业的条件之一。 所以说实习也是整个就学当中的一个部分了。 et se déroule en dehors des périodes de vacances。 而且这些实习并不是安排在假期的时间当中的。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对不对? 就可能就有一整个学期,或者一整年,都是专门提供给学生去进行实习的。 这里有一个动词,是 déroule,它指的是开展,发生,进行。 déroule,这个动作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地毯本来卷在那里的,我们要把它铺开来,就是 déroule le tappi,所以它是展开的意思。 那引申出来呢,也可以指展示。 而它的带动词词是 se dérouler呢,则是指一件事情自己的一个发展,开展。 les stages se déroule,那些实习呢,开展,在什么时候? en dehors des périodes de vacances,是在假期之外的时间的。 en dehors de,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外,不包括这一段时间。 et il se termine par un rapport de stage。 同样的,在结束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份实习报告, se termine par,以什么什么作为结束。 而且这个实习报告,en rapport de stage后面,还有一个关系从具,对它进行修饰。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报告,也不是一个写完就好的报告。 c'est un rapport que l'étudiant doit soutenir devant un jury。 这是一份学生们需要根据它去进行答辩的实习报告。 我们看,它用g'引导的关系从具,说明它在从具当中做的是直接兵语,对不对? 那它做的是哪一个动词的直接兵语呢? soutenir。 我们前面说过soutenir une thèse,为自己的论文去提供一些支撑,也就是论文答辩。 那这里呢soutenir un rapport,也是差不多的用法。 那为你的这一份实习报告,其中提到的一些观点,结论,来进行支撑和答辩。 所以是un rapport que l'étudiant doit soutenir devant un jury,是需要面对一个评委会来做答辩的。 那这个评委会会由哪些人来构成呢? 它后面呢,也做了一定的补充。 un jury composé d'un membre de l'établissement et d'une personne de l'entreprise qui accueille le stagiaire。 好,同学们来找一找这个评委会当中,有哪些身份的人呢? 嗯,这里写到了两个,对不对? 一个是un membre de l'établissement。 l'établissement可以指机构,那么在这里呢,它说到的就是, 这个学校,l'université ou l'école,所以构成这个评委会的其中一个人员呢, 就是学校的一位老师。 那还有一位呢,是une personne de l'entreprise,是一位来自公司的人。 那哪一个公司呢? l'entreprise qui accueille le stagiaire,就是接受了这一位学生来做实习的那一个公司。 accueille quelqu'un,我们可以指接待,也可以指接受。 那这里呢,根据上下文,明显它是接收了这位学生,在他们公司来做实习。 所以这个组组,达便的评委会,就是由这两部分的人来组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jury后面的整个,从composé开始,到stagiaire这一长段, 其实都是对于jury这个名词来做一定限定修饰的一个补语成分了。 它相当于是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了。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关系从具来表达的,对不对? un jury qui est composé d'un membre de l'établissement, bla bla bla。 那在这种表达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把qui est给去掉, 直接用过去分词来对它进行修饰的。 好,理解了其中的各个部分以后,我们再完整地看一下这句话。 它结束了一组的设计, 让一学生应该支持, devant一 jury, composé d'un membre de l'établissement, et d'une personne de l'entreprise, qui accueillir le stagiaire。 里面用到了很多的关系从具, 或者其他的修饰方式,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握好其中的主干部分。 Et puis, le paragraphe suivant, le diplôme de fin d'année, le diplôme, 这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文凭或者毕业证书, diplôme, le diplôme de fin d'année, 也就是结业证书, 那accorder呢, 也是一个直接节目动词, 给予, 授予, 所以我们说授予, 毕业证书, 就可以是 accorder un diplôme, 在句子当中, 它用到的是一个被动态, le diplôme est accordé, 它被授予,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授予呢? en fonction de la note obtenue, 是根据这个实习的报告, 以及后面的答辩所得到的分数, la note, 来授予的, 好,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 en fonction de, 根据, 依照, en fonction de, 它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 selon, 那en fonction de呢, 经常会有根据什么什么来计算,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 工钱呢, 是根据工作来给的, le diplôme est donné, en fonction du travail, 根据你的工作量, 工作的内容, 来给予这个工钱, 所以en fonction de, 的后面, 经常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比如说, 课文当中的, en fonction de la note, 根据分数, et la note obtenue, 得到的分数, 嗯, 我们会发现在这篇课文当中, 用到了很多的过去分词, 来对一个名词进行形容, 对不对, 比如说这里的optenue, 也是一个过去分词了, 那么它的动词原型是, optenir, 获得, optenir, une bonne note, 就是获得一个很好的分数, 那la note obtenue呢, 就是最后得到的分数, 用过去分词, 来对它进行一个形容了, et bien, dansisicol, 在这些学校里呢, les responsables des stages, 他们是有一些专门对于实习负责的人的, responsable, 原本它是一个形容词, 对什么什么负责的, 那么它也可以做名词使用, 就是我们常说的负责人了, les responsables des stages, 实习负责人呢, recherche eux-mêmes, 他们会自己去找, les entreprises, 去找那些公司, 什么公司呢, les entreprises, qui puisse accueillir les étudiants, 那些可以接纳自己学校的学生, 去进行实习的公司, 好, 这句话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见到了一个虚拟师的用法, qui puisse accueillir, 那这是属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哪一种用法呢, 很明显, 它是用在一个关系从据当中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去寻找这些公司, 那么到底有没有找到呢, 还没有定论的, 还是一个主观的意愿, 所以, 这个qui引导的关系从据当中, 动词也用了虚拟师, 这和我们当时讲到的那个例句, il cherche un traducteur qui puisse traduire cet article,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用法, 对不对, 用的找, 那这里用到的是rechercher, 那这里的rechercher呢, 加了re的前缀, 我们以前也有讲到过这个词的, re的前缀除了表示再次之外, 也可以指一个动作程度的加强, 对吗, rechercher是很单纯的去寻找, 而rechercher呢, 可以表示仔细的寻找, 那我们结合这一句话的上下文, 那一些负责人呢, 他并不是说随便去找一家公司就可以的, 肯定还是要对他的, 包括专业度, 发展方向, 是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学生, 这些内容要进行一定的调研的, 所以呢, 用的是rechercher, 而不是单纯的chercher, 那和chercher这个动词再进一步的话, 他是不是也可以指探索研究呢, 这个意思我们应该非常熟悉了, 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 lesigle, 那些比较有专业方向的学院, 他们呢, 是有专门的负责寻找实习公司的负责人的, 那下面一段呢, 就是说到的普通大学的情况, dans les universités, 在一些综合大学里面呢, au contraire, 情况相反, les étudiants doivent le plus souvent se débrouiller seul, 那些学生呢, 通常情况下, 都是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ils doivent se débrouiller seul, se débrouiller这个词我们以前学过的, 还记得吗, 我当时说到这个brouiller, 是把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 而且我记得当时还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外教, 他的姓非常的稀有, 就是姓brouiller, 后来我查了一下, 在全法国也只有一百多个人是姓brouiller的, 那是一个比较稀少的姓啊, 那debrouiller呢, 是和他相反的意思, 也就是把原本很乱的东西给规制好, 所以是整理, 那se débrouiller呢, 有一个字反的意义, 所以是自己去整理, 把一些比较复杂的难办的情况给梳理清楚, 也就有解决问题的意思了, 那这里呢, 他还用了一个副词来强调, seul, 独自, 这个副词呢, 也比较特殊, 它是法语里面少数的几个, 会和主语进行性数配合的, 这样的副词, 所以我们在句子当中, 会看到, ils doivent, le plus souvent, se débrouiller seul, 这个sele, 后面是加了一个s的, 因为句子的主语是, les étudiants, 是阳性负数的形式, 那如果这句话我说, 他, 女字旁的他, 他得自己想办法, elle doit, se débrouiller seul, 同样变成阴性的形式, 嗯, 所以这句话说出呢, 在综合大学里面, 就没有一些专门的负责人, 去寻找对口的公司了, 学生们呢, 就比较惨, 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bien qu'en principe, bien que, 尽管, 虽然, 这后面的en principe, 也是一个副词短语, 表示原则上, 虽然说原则上呢, 那bien que后面, 是不是也应该用到虚拟式呢, 我们看看虚拟式的动词在哪里, certaine personne, soi, 有几个人呢, 是lao si, 嗯, 它也是一个插入的成分, 做状语的, 那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 certaine personne soit chargée des contacts, 也就是说, 尽管在原则上呢, 在综合大学里, 也是有这么一些专门的负责, 去接触这方面事物的人, 也就是相当于lizicale当中的那些responsable负责人, être chargé de, 就是受委托负责某件事情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它们负责的是一些接触, des contacts, avec le monde de l'industrie, le monde, 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 那么同样表达的是, 什么什么界, 什么什么人群, le monde de l'industrie, 工业界, 产业界, 那其实在这里指的就是, les entreprises, 那些公司了,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然后, 這就是今天